大家好,我是何一 今天要带来的动漫是全员阿修罗第二季 全员绝命赛是经过几千人淘汰赛后 最终选出32名斗技者 在岛上齐聚一堂决出胜战 最终获胜的企业将选出下一任会长 无论是什么流派都无所谓 唯有最强的才能站在顶点夺取宝座 继上场和雷安激战取胜后 王马表现得淡定自如 反而赢了无知一珠的山下却很兴奋 秋山来到让他冷静一些 毕竟他现在也是一间公司的社长 而且周围还有其他社长在看着 秋山让王马等一下给医生检查身体 狸人就一把搂着打断他们 奈目王马的加罗罗挑出来一顿摩擦 毕竟打败了雷安 相信爷爷只能答应他俩的婚事 虽然加罗罗16岁不构成犯罪 但还是会被视为不得体 赛场因为之前的大战在维修中 正常人早已去享受岛上的各种设施 除了精神有点不正常的童神 无法接受王马干财的胜利 对于童神而言 王马是无所不吹的神迷 然而却还是用出二虎流来打败对手 童神上一秒还在自我高潮 下一秒又突然大喊王马的名字 山下还在和王马捞科 没想到他竟然突然倒下失去意识 画面来到某个非法战领区 年幼的王马手握带血的匕首 大人昏昏们根本没把他看在眼里 一刀神明打断众人 用出二虎流先放倒一人 如果为了生存实用暴力 人类就和禽兽没分别 这不是身为人该追求的目标 暴力只能以更多暴力来制止 所以要通过训练和几率 将暴力转为武道 年幼的王马根本没听进去 到现在被送到重诊室也不理解其中的意思 身上插着几十根管道 这让三下对他感到惭愧 王马的大招是靠控制心脏而达成 将身体的热能大幅提升 加快血液循环 进而转换成运动能力 代价就是给身体带来巨大的压力 虽然接受资料多多休息能保住一命 却代表这辈子都不能打斗了 对于身为武者的王马来说 可能比死亡还要惨 第一轮战败给王马的瓜天社长 正和前辈拿在餐厅唠嗑 他公司的代表兜记者静静 下一轮的对手就是王马 不但块头比金星大很多 而且现在还在休养 前辈男突然想到能用预备斗记者 只要斗记者同意就不成问题 两位美女在外晒太阳 像他们这些只有一位斗记者的公司非常不利 毕竟像奶木会长和述水会长的阵营 就有三位斗记者的机会 双方都为了推翻全运会长之位做好准备 众人期待的时刻终于来临 全运绝命赛第二回合第三场即将开始 魔鬼关掉音乐准备就绪 他在44年前出生于富裕人家 医生将他抱起来的第一句话 就是说这个宝宝太重了 弱鬼出生时的体重是12150公克 是婴儿平均重量的4倍 医生们立刻为他做了详细检查 发现他的基线维密度 竟然是正常人的52倍 力气远远超过一般人 全世界的记录只有几件 被人们称为超人体制 力气大到可以粉碎昏凝土 在第一回合更是秒杀了10项全能的对手 而且肌纤维不会随着年龄而退化 肌肉反而会持续增长 听完这些情报的尤里却不以为然 直言世界上没有比他更强的人 尤里是来自德国顶级制腰的产物 曾经吞下正常人不可能可以承受的腰剂量 为的就是要得到无敌的巨大体格 体重虽然超过200公斤 速度却快如顶尖田径运动员 身体更是成了坚不可摧的盔甲 更重要的是力大如超人 和跑车玩拉车站也不在话下 全院赛拥有最多获胜记录的斗技者 从出身的那一刻就被称为怪物 拥有奇迹般的踢破 身高193公分 体重193公斤 全院战绩307胜200 人称猛虎的若亏武士 体重和身高同样让观众们都觉得奇怪 但正是因为这样才被称为怪物 由于要创造出来的强大智能怪物 一个比怪物更较高的人类 身高205公分 体重210公斤 全院战绩52胜0百 由怪物之称的尤里乌斯·差因哈德 在重整室的山下当秋山去观赛 他要在这里陪着王马 但也需要有人去观察比赛 全院绝密赛第二回合第三场 外物战士对上激动猛兽 画面来到33年前还是小孩的弱鬼 两个男人来到地下实验室的司机安保世 说是要将整个地方租下来保护他 门打开时里面有好几位科学家 里面关押的正是弱鬼 因为异语常人 弱鬼的父母将他送到研究室 让专业人士打点他的教育和健康 弱鬼交换就是要研究这位不同常人的小孩 吴海以为他是生病了 清晰的金属破坏声从里面传来 弱鬼道见说又弄坏了 很显然他已经不是第一次 将太金属遥控器给粉碎掉 重点是他才七岁而已 如果自知不理 这位小孩永远没法过正常的生活 这让古海对弱鬼产生极大的兴趣 把他带到室外要求揍自己一拳 清楚自身力量的弱鬼从来没机会使出全力 也不敢轻易尝试 古海耐心劝导他 因为平时都压抑着自己的力气 所以必须搞清楚权力移赴时的力气有多大 以后才能想办法控制力量 这话让弱鬼终于愿意用出全力 然后就差点把一位大人送去建筑先 这也是弱鬼第一次用尽全力揍人 也在之后慢慢学会控制力量 现在则成为伟大的斗技者 然而眼前比他高上一头的对手 竟然让弱鬼第一次觉得可能会打不过 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 随着裁判一生开始 两位肌肉怪物几乎在同一时间出拳 碰他的瞬间周围宛如发生地震 两人的实力势均力敌 而且都是所有斗技者中肌肉最强的 弱鬼先发自然一拳打中腹部 即使挡下攻击却被一拳打得连连后退 只见游里低下甚至猛的冲刺 一把抱着弱鬼将他推到墙壁上 弱鬼躲开拳头一脚踢中下巴 骑身迅速一拳后连续打在游里身上 然而效果不大 直接正面吃下一巴掌 接近200公斤的踢中被删得倒在地上 两人一步步慢慢拉近距离 大眼灯小眼似乎在做无声交流 举起拳头就给对方来上一拳 单开了属于男人间的肌肉互殴战 就像怪物电影里的角色一样 双方触拳速度慢却没有停下来 弱鬼的拳头速虽然更领先 然而打在游里身上几乎伤害为零 只见游里将他给弹走 一脚下去直接导致中心不稳 抱拳重重打下让弱鬼跪刀在地 由于双方的力气相当 体型差距的优势就明显突出 没想到弱鬼突然来上一拳 差点就将游里给打飞 这本来是要在最后对付加纳的秘密武器 此刻面对强敌不得不先用出来 就像松开压缩到极限的弹簧一样 弱鬼往身上的一个单点压缩全身肌肉 将力量凝聚了身体的中心 再一次施反 此招名为爆合 威力大的连游里都痛到止不住颤抖 没缓过来就被弱鬼往后退 结果失去中心被一把扔开 游里正想借着攻击却停住往后退 见对手不向前来 弱鬼压低身体的中心绷紧肌肉 用出爆合正面打中游里的腹部 没想到他竟然将弱鬼爆了起来 原来游里在击中前就避开了 但才拉开距离时就发现爆合的有效范围 加上弱鬼有铸脚伤的关系 才能让游里顺利避开要害 阿克不是头脑尖大的肌肉怪物 为了变得更强壮 独自研究了运动生理学 运动医学 心理学甚至是物理学 凭借智慧和蛮力能对现场做出反应 清晰的骨头肾从身体里发出来 没想到弱鬼的身体竟然在缩小 再次用出爆合从熊爆中挣脱出来 然而自也让他丧心不接下气 被一把抓着打出无力的一拳 又被控制双手正面吃下一击头水 毫无还手之力被撞在墙壁里 游里将他按在墙上摩擦一段距离 没给站起来的机位就是一击中拳 弱鬼连抵挡都来不及 又被一把人被撞在墙上 超过200公斤的重量直接撞得他大吐血 陷入以前被初剑和灭堂自压打败的回忆 毫不容易站起来又被一脚踩下 在众人惊讶的表情下 弱鬼躲快的攻击还一脚踢中尤里 咆哮一声转身踢出重重的一脚 枪入怪物的尤里吃虾之招也失去意识 随着裁判宣布比赛结束 全院绝命赛第二回合第三场 由弱鬼武士所获胜 助水会长却似乎不为缩动 身后还有两位守卫兵 看着被控制的村长 几人似乎在策划着什么邪恶计划 身受重伤的弱鬼只是待在休息室 担心去医护士会有消息走路的风险 比起粘伤的伤 更严重的是脚踝的救伤 东向社长找上陆爷会想提出要合作 只不过是他来做小弟 不愿做手下的陆爷自然拒绝 两人约定谁的都记者获胜 就由谁来当老大 下一轮上墙的官邻还在优先看杂志 村南走进来带着他要的东西 却不明白师父要之来干嘛 管邻没多说什么 只是要让他见识什么是真正的职业摔跤 见师父还在漫游游网脸图东西 村南不禁担心会有问题 但管邻却说等待也是比赛的一部分 不是让对手 而是让观众等待 等得越久反应就会越热烈 赛场上的观众都大喊他的名字 就连上一场输给他的三尊都忍不住来观战 说到之处皆带来死亡 没有一个人能活着不倒下 是行走的屠杀传奇 身高199公分 体重122公斤 全院战绩一胜零百 由虐下者支撑的木特巴机三家 含着这位非洲最猛的佣兵 东向社长的回忆被带回过去 当时的货船被海盗接走 东向让木特巴不择手段都要抢回来 明明是虐下者的木特巴 却要在动手前小心翼翼换好衣服 没等直升机降低高度 木特巴就直接跳了下去 等东向来查看情况时 木特巴已经将这些海盗送到地狱去了 而且只用了短短两分钟 穿上的武装海盗就全军覆没 木特巴就是一个这样可怕的存在 乔巷让杰瑞说说比赛的亮点 观铃的强项是采取职业摔跤打法 但这也是他的落点 由于木特巴几乎都是遭遭致命 比赛的关键就是观铃能否让对手 以职业摔跤的打法来对战 否则可能会小命不保 没等桥香介绍观铃出场 屏幕就响起紧急通知 硕士刚带公司要使用预备斗技者上场 代表观铃将被替换 只见入口处缓缓走出数十人 每个人都手持火把 如此浮夸的出场方式不识别人 正是有御天使支撑的观铃本领 只不过换了个奇妙之关的称号 断了整击手的病死都不禁吐槽 没想到一旁的晶天却很震惊 奇妙之关是传奇的死都风格 虽然只活动一年影响却很大 两年前的某场比赛 更是打碎了一万观银光灯 在那之后就回到地狱里面 看着眼前的小丑 木特巴似乎没把他看在眼里 随着裁判一身定下 木特巴瞬间冲刺死出错言计 鲜血之流的观铃却发出皈依的笑声 即使太高年躲过了只攻击 举起双手直接来了一击蒙古P 属于奇妙之关的表演就此开始 持续用出手刀和出拳来攻击 木特巴只能抬手来进行防御 直接看似没杀上帝的表演拳头 实际威力却看比无数家 像木特巴这种重量的对手 就只会被打得失去中心难以造架 躲开手刀试图推动观铃却被停了下来 被揉起来正面吃了一击经典摔跤剂 没想到木特巴用手肘减轻了伤害 靠着蛮力挣脱出来 战况瞬间就对观铃不利被骑在上面 观铃死死按住头部让他进入其成位 眼见挣脱不了 观铃一把插进木特巴的耳朵 右手打左手直接暴飞了优饿 这对木特巴来说就像失去一只眼睛 立刻拉开距离重做调整 虽然还是有点噪音 木特巴还是能掌握到准确位置一脚踢中 缺人位置后冲上前准确打中观铃 一拳接着一拳打在他身上 想接着进攻就吃了结实的头锤 刚才的攻击就像没效果一样 反而木特巴还被打断一颗牙齿 观铃挑衅对手朝了气氛 没想到木特巴竟然摆出拳击手的步伐 迅速靠近躲开攻击打中观铃的伤口 这下让观铃陷入被动 木特巴围绕在他身旁转圈圈 无论观铃怎么打也打不中 像个小丑一样被木特巴戏弄着 木特巴毕竟是职业用兵 要适应这种打法也不在话下 没躲过一拳就趁机攻击 在观铃进攻时又瞄准他的救伤来踢 这下痛的他都要按着膝盖来稳住身体 见观铃已经累得气喘吁吁 木特巴趁他进攻踢一脚 让他失去中心 抓着他的头又一次用出戳眼 还好观铃及时抓着手腕挡了下来 两次搞砸让木特巴恼羞成怒 对着观铃就是一顿无脑输出 如此短距离的拳头根本没效果 木特巴还以为是因为耳朵受伤误算位置 实际上是因为在职业摔跤中 有几个动作是务必要避免的 也就是戳眼 被踢到下体和危险角度被下摔等 但职业摔跤手的选项里没有躲避 所以要以安全的方式去承受攻击 事下搓眼攻击有两种方法 一来是在接触前一缩来降低伤害 然而这方法过于冒险很少被裁纳 另一种方法是转移目标来避免被搓中 从外面看就像是攻击者错过目标 木特巴不死心还在试图搓眼 然而被抓着控制的他 下一秒就被观铃破坏另一只耳朵 以耳为言的木特巴陷入一片黑暗 正面吃下观铃砸实的一拳 周围的一切都非常小声 木特巴除了乖乖吃拳头什么也做不了 一记过被摔给他造成严重的伤害 木特巴只能乱乱挥动拳头打空气 观铃冲上前要结束的一切 没想到木特巴这一次竟然准确插进双耳 刚才的他只是在演戏罢了 冲上前瞄准眼睛却停下来 整个手掌插进观铃的胸膛里面 雇用兵和武术家有一个共同点 都想用最不费力的方式来制敌 最理想就是一拳让敌人毙命 刚才的攻击让观铃大吐血 整个人跪倒在地昏了过去 这战况是没人能预料到的 木特巴刚才的攻击名为戳心 通过打击皮下 肌肉和肋骨直戳心脏 而且无需太大的力道 就能使心脏停止跳动导致死亡 由于制造不会在身体留下任何伤痕 所以很被以前的刺客使用 就在木特巴要离开时 本盖凉凉的观铃竟然没倒下 重新站了起来让木特巴都很惊讶 观铃从有记忆以来都是跟着奶奶住 或许是从小没有父母的关爱 在学生时期的观铃干了很多坏事 是职业摔跤改变了他 在15岁刚加入时 还是一年不知天高地厚的挑衅 下场当然是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然而自也让他被会章给看中 从第二天开始了地狱班的训练 种种看似不科学的训练 却能帮助摔跤手锻炼所需的肌耐力 就这样没有一天的休息 甚至念到呕吐都没有停止念了半年 御天使的称呼也是会长赐给他的 没想到两人今天还在畅聊 会长竟然在五天后就过世 奇怪的是观铃却没出席会长的上礼 正是因为他是会长的爱徒 所以才敏记他的话 想当职业摔跤手 就不能有一天是不断念的 论伤心他比任何人都伤心 从有师父到现在成为了别人的师父 观铃非常感谢摔跤所带给他的一切 木特巴摆好战斗姿势要玩到最后 快速靠近却吃了一口老血 没反应过来就被举高重重摔在地面上 这也是木特巴四名以来 第一次想以战时的身份来战斗 就在众人惊讶的表情下 观铃虽然站着却已经失去意识 没想到木特巴竟然继续攻击 用处摔跤地的背摔放倒观铃 其在他身上一秒一秒的倒数 这是为观铃不屈不饶的精神 与他的流派来结束战斗以示敬意 全院绝命赛第二回合第四场 忧虐下者木特巴所获胜 然而赛场上的观众 无一例外都高声呐喊观铃的名字 虽然输了比赛 但却赢得观众的心 自对职业摔跤手来说 才是真正的胜利 至于木特巴刚才耳朵受伤还能进攻 是通过位局来判断 以前刚失明的时候 他就为师从准备好后路 训练自己通过细微来感知对手的动作 只不过刚才最后的喷血 确实导致木特巴有一下子闻不到 要不是观铃在第一回合受伤 恐怕会打得更辛苦 小凯还是如往常一样亢奋 已经等不及要和驾傲让对打 只不过他看起来似乎在担心什么 原来在两天前 树水这老狐狸不遵守承诺 小凯的村子将会被拆除改建为发电厂 对方的目的自然不危险 而是小凯赢下比赛争取多一颗妻子 这些对话都被躲着的小凯听到 全员绝命赛第二回合第五场即将开始 拷笑之魂即将到来 身高184公分 体重88公斤 全员战绩18胜零败 由拷笑之魂的开除薩柏伊 小凯就如上场一样大声拷笑跑着进场 七身量让李仁和秋山都受不了 雷星流 生命的安撒拳 历史超过1200年 身高179公分 体重77公斤 全员战绩而胜零败 由雷神之称的玉雷灵 人不过是装了血和死的皮囊 这是玉雷对人生的想法 身为雷星流大师的他 干掉一个人就如呼吸吃饭一样简单 也不会有任何怜悯和忧郁 就在某一次的暗杀任务 玉雷遇到了那位令他陷入爱河的女人 让他第一次发现了何为爱 两人就这样生活在一起 然而刺客生活在黑暗世界的角落 如果继续杀人就永远无法和李乃在一起 玉雷为此决定结束掉暗杀 并创造新的雷星流 还叫李乃为他安排一场全员比赛 为此才会站在智力 小凯是十几年前某位斗技者的孩子 哥哥也是一位斗技者 可惜在两年前突然去世 原来在七年前 小凯的哥哥拼命赢了一场又一场的比赛 无论村长怎么劝他都不听 直到上场比赛倒下就再没醒过来 村长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村里的人要被赶走 他为了帮忙支付留下来的天价才那么拼命 小凯也是因为这样取代了哥哥 发誓一定要保护好村子 还有个在第一回合没用出来的大招 绵甸拳的必杀技撞头 小凯在之前18场的比赛中 靠撞头赢了8场 其中6场是靠反撞头赢下 对手玉雷灵的速度绝对是个威胁 就连打斗风格和技巧都没任何记录 热血的徒手格斗者 对上神秘的刺客 随着裁判令下瞬间开始 玉雷第一击打中第二招却差点被反打 刚才的攻击对小凯完全起不了作用 然而却被玉雷的梦幻步伐拉开距离 这一招是由第65代雷星流之手发明的 不规则的动作和速度上的变化 成为了雷星流最快速的进攻招式 小凯见证放低甚至卷缩身体 不霸入正面限制对手的攻击方向 反正脊椎不是腰海 让其大开门硬生生接下攻击也没事 进攻时还故意吃下玉雷的拳头以便反击 只不过速度快得他难以更上 相反击也几乎找不到好司机 玉雷清楚他只是在忍痛 不明白他为何就是不倒下 没想到小凯竟然躲过下一波攻击 刚才明明还躲不了宛如雷电的进攻 小凯已经能一一躲开 就在玉雷再一次进攻时 小凯的大招已经虚实待发 一记头锤打得地面碎裂 如果不是玉雷及时躲开 比赛在刚才就已经结束 这让他都不得不承认对手的势力 见小凯已经会运用策略 加阿朗知道他已经成长了 而且对象雷星流会横占上风 因为雷星流很多招式主要用于刺杀 换句话说暗杀者会运用武器 并以最小的招数来杀敌 然而全怨赛自然不能用武器 刺客的技巧太专注于杀戮 往往忽略了如何制敌 在1588年 刀剑一律摸手的招令颁布下来 只有武士才能带到 大部分的刺客都不是武士 所以他们需要新的暗杀方法 第一种方法 是用看起来不像武器的物体来杀敌 也就是暗器 另一种则是徒手 只见玉雷调整呼吸改变手的握法 一步一步慢慢靠近对手 小凯先发自然立刻刺下一拳 没来得及反击又刺下好几次攻击 玉雷跟着脸部的落点改变拳法 以此来让对手伤得更重 小凯一记中拳打得玉雷不轻 趁他冲过来又给上数十拳 每一招都很有针对性 小凯稳住脚步朝左臂给上一腿 让玉雷不得不先拉开距离 干才的两极已经打碎了骨头 而小凯能承受干才的攻击 获得他那硬的可怕的头咳 加上超硬的骨头和关节 让他的肌肉能更紧绷 就算无法消除伤害都能减半作用 小凯心里强忍着疼痛感 应平初拳持续进攻不给玉雷传气的机会 为了存自力的人 自己必须要在自力取胜 用出一记吸踢作为阳攻 真正的目的是要抓着玉雷 身体往后仰打出如爆炸威力的头锤 没想到受伤的竟然是小凯 有三种技巧会穿透外部直接导致内伤 也就是发劲、匕首和穿透攻击 代表引以为傲的坚硬头壳无法保护大脑 玉雷宛如牵手观音发起攻击 如同暴雨般的伤害直面打在小凯脑袋 反应过来抱着玉雷扑倒在地 却被一脚挣脱出来马上接着进攻 通过不停殴打让对手的脑袋晃个不停 虽然外伤不断内伤却在累计 小凯一拳划破额头 就立刻被玉雷放倒在地 刚打出一拳就被抓着控制 不明白为何眼前的家伙不肯把手 尽管已经打得出血 村子的回忆还是涌入大脑 无论如何都要守护全部人 玉雷用尽全力挣脱出来 即使挡下小凯的吸踢 一直吃下低踢导致腿部中起来 侧面一踢反击却效果不大 就在小凯用走击往下打 玉雷双手打上去 胜负在下一秒移成定局 下而吃了第二次伤害 导致小凯输了 在模糊的印象中 这位咆哮兜魂终究被打败了 全院绝命赛第二回合第五场 由雷神玉雷琳所获胜 然而他脸上却看不出开心的表情 自大让他没想到有人能撑那么久 决定重新审视雷兴如的招式 等小凯醒来时 骄傲狼已经在旁边等候多时 战事间没有多余关心的话语 只是让他吸取教训为下一次做准备 刚才的败北却让小凯失去斗志 让骄傲狼整个脸都黑了 他所认识的小凯 绝对不是失败一次就倒地不起的人 见小凯还是那副样子 骄傲狼气得就差没打下去 让他别再出现在眼前 失去最后棋子的树水几人不经抱怨 之前先是有理打输了 二阶堂也已经两天没有消息 现在连最后手段的小凯也输了 让范兰劝刀巴兰别打歪主意 然而树水却根本没在担心 一场天大的阴谋正悄悄来到 两位社长在走廊上捞科 醉酒社长先发现迎面有人朝他们过来 梁梁枪社长一看吓得立刻醒酒 虽然没有真正见过 但他们正是树水会长的死人护卫兵 两人还想悄悄离开 结果可想而知 第二回合第六场全院赛即将开始 红森早已等不及要和王马打上一架 幻想着和他在所有人面前互相残杀 他的俊美是一种罪 力量也是一种罪 身高180公分 体重75公斤 全院战绩两胜0百 由美兽支撑的同胜刹那 赛场上直接燃起一片迷媚叫声 他对罗则没有兴趣 只寻求整阵强大的对手 身高185公分 体重96公斤 全院战绩一胜0百 有魔枪支撑的黑木悬栽 上一场被他打败的李仁在观众西上 要好好看看怪丸流究竟有多强 黑木主动问起同胜的胡银流 因为和他一位朋友的招式完全一样 而且听说这位弟子还背叛并杀了他 心情不好的同胜没把话听进去 也没把眼前要替朋友报仇的黑木看在眼里 就在裁判一身开始 黑木摆好姿势就要迎战 同胜用住胡银流瞬间消失 黑木表情延续全身关注 成功挡下突如其来的攻击 同胜见状又一次瞬间消失 却还是被低身夺过攻击 边界之一招对黑木没有效果 同胜开始围绕着他跑起来 黑木必也预测同胜的攻击模式 无论同胜从哪个方位发起攻击 黑木都无意例外轻松化解 他早就试破了胡银流的每一招 顺势利用对手的盲点 趁对手眨眼的瞬间与自己的动作同步 就能创造在眼前突然消失的幻象 同胜的师父说过胡银流没有历史 虽然已经存在四百多年 但大部分的追随者死于战争 这些技法也就失传 如今还能用的招式只有两个 也就是利用对手眨眼的顺步法 以及转掌打击的罗叉掌 这位师父对于只有两招能传给徒弟感到抱歉 然而黑木知道自己的朋友错看了 实施的同胜近身已经越来越不对劲 嘴里不停念叨要杀了恶虎 一击罗叉掌被黑木当下 却在下一秒造成伤害 黑木清楚制造有多可怕 而且比原生掌法转得更深 其威力也就更致命 同胜的攻击持续不断 黑木只能在原地一直化解攻击 其乐却感觉不对劲 才看到黑木从开始到现在 完全就只是待在同一个位置进行防御 同胜干脆在下一次攻击后 待在同个位置用出罗叉掌 然而黑木还是纹丝不动 金用一只手就挡下同胜的双手攻击 下一次进攻时就被抓着手腕 这下轮到黑木来主动进攻 抵倒同胜就要来上一拳 没想到他动了动手腕 瞬间就将黑木给扔到身后 黑木赶紧站起来摆好防御姿 但是秋山看出这正是王马的二虎流 让黑木不仅好奇是谁教他的 同胜没有回答他 站起来迅速靠近一推攻击 黑木很快察觉他的打法变了 眼前的对手明明是同胜 却又好像不是同胜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已经彻底失控 这一切都要从那天开始 是同胜遇到神明的那一天 11岁的同胜全身撤裸 被关在器官贩卖集团的某个藏匿处 而且还是父亲要他这么做的 原来父亲病得很重 器官移植成功却有很高的复发率 于是变化重镜让妓女替他生小孩 同胜的出生就是为了给父亲保留器官 这样的教育自然不会有正确的观念 在长大后开始认为自己是个该死的罪人 就在要被解剖时 同胜的神明独自一人闯了进来 一人一把匕首展开包袱 重点是他根本没注意到同胜的存在就离开 然而在同胜的眼里 王马就是来惩罚罪人的神明 趁乱找到机会就逃跑 尊确来说是要去追王马 希望有朝一日能再见到这位神明 同胜找到父亲并夺取他的所有 用父亲的人脉和财产作为寻找王马的资源 终于在两年后找到了他的神 痴痴的王马已经是恶狐的徒弟 看见王马被恶狐摸着头 同胜的世界崩塌了 这和两年前那位残暴的神明不同 一口咬定是恶狐破坏了心中的神 同胜从那天起就去追寻力量 在14岁时遇到了师父 而同胜也很有天资 只是被打了几次后 就通过杀中的脚印看穿了瞬 正是拜师学习到胡影流 同胜一掌下去却没有效果 再宽战的初见说就差一点点 若刚才的攻击再升个几毫米 黑幕的下场就会和二阶堂一样 同胜此时的攻势还是非常猛烈 就连步伐都有所改变 黑幕察觉他在用罗刹掌时动了脚 同胜扭转脚底将碎尸当做阳弓 趁黑幕挡下后往旁边一掌稍微打上肋骨 脑里的怨念越发强烈 使得同胜把黑幕看成恶狐 势必要把他杀掉将神夺回来 黑幕清楚眼前的对手很强大 只不过已经丧心病狂了 基本上不太可能恢复成正常人 不仅对他产生怜悯 决定由自己结束掉这位可怜人的不幸 罗刹掌和魔枪的最终战绩将结束 同胜率先攻击快速进攻 但被黑幕打上腰部 站好后攻击又被刺穿手掌 没想到同胜直接扭断他的手指 用鲜血撒向眼睛来上一脚让黑幕跳起来 一掌破坏地面让黑幕落地失失去平衡 黑幕反应迅速用脚化解攻击 两枪打中胸部和腹部却太前了 察觉不对劲选择停止继续进攻 同胜还是像没事一样 凭借对王马的执念撑了下来 双方此时的右手都受伤了 同胜运用罗刹掌并快速移动脚步 而且还是将恶虎流和胡影流融合在一起 拥落着黑幕试图扰乱他 然而这种程度对黑幕来说根本不是问题 轻松躲过所有迎面而来的攻击 随着同胜那几乎司空的疯狂攻击 终于成功打中并破坏黑幕的肩膀 像趁机会结束一切反被停了下来 黑幕的手掌直接刺穿同胜的胸膛 尤其还是用那受伤的右手来攻击 要的就是让同胜不去防范 罗刹掌能增强背部 肩膀和上臂的力量 要的是旋转前臂来造成伤害 如果距离不够会让力道减半 在和黑幕如此近的距离下 被逼急的同胜举起手 将所有力道关进直剑里 还好黑幕抽出右手阻挡了攻势 给上一头锤再踢得同胜失去平衡 致命的魔枪直接插入心脏的位置 随着同胜被打倒在地 圈圆绝密赛第二回合第六场 由魔枪黑幕悬哉所获胜 跟子英会长到太平坚看看同胜时 本盖凉凉的他竟然没死 庞悲的小秘书直接吓得分尸过去 子英问同胜有什么打算 同胜先是为输了比赛的事情道歉 最后说起曾经有两个对自己很好的男人 只不过最后的下场就是凉了 现在不想再失去任何心爱之人 这差点没把子英吓死 说信是同胜也没对他们下死手 观众们还在热议干财的对决 然而不是讨论有多精彩 毕竟被刺中心脏的人还能若无其事的其身 无论是谁都会觉得可怕 输给黑幕的李仁亲眼看过他的实力后 第一次如此敬佩一个人 主动找上门不停提问各种问题 雇主好奇为什么同胜还活着 黑幕将这个问题问回李仁 原来就在魔墙错中的那一刻 同胜对自己的心脏撕出罗刹掌 并减轻力道转移心脏 所以黑幕并没有命动他 李仁回答了就厚着脸皮叫了一声师父 虽然没杀掉同胜为朋友报仇 黑幕却觉得松了一口气 因为清楚朋友很在乎徒弟 如果真的杀了同胜自己也会觉得内疚 李仁还非常关心师父的上司 黑幕说在念怪玩流时 就算是手臂骨折断掉都会照念 断了几根手指根本不是问题 至于被打伤的肩膀也没事 因为黑幕刚才刺穿了同胜的右手 才让罗刹掌的功力见半 这让李仁更加敬佩黑幕 只不过对方并不打算收徒弟 由于王马还没苏醒过来 乃木集团就剩下最后一张王牌 也就是初剑拳 但他还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 下一场本来是他对手的板栋被毒死了 对方也还没宣布预备斗击者是谁 这也代表没办法提前准备计划 初剑信誓旦旦说再和他对打前不会输掉 乃木新主口中的他就是灭堂之牙 看着还没苏醒过来的王马 三下必须在明天比赛前做出决定 不想白白断送王马的未来 全员绝命赛第二回合第七场即将开始 谁过头九次 跳过四次 直接忘记两次 全员会死上最不负责任的那个男人 身高178公分 体重84公斤 全员战绩40胜15倍 由浮云支撑的初剑拳 只见他的对手缓缓走出来 众人都不敢相信眼前所看到的 正是本该在上一局被毒死的板栋 就连死神都拒绝他 身上最令人发质的凶手 身高201公分 体重147公斤 全员战绩一身零败 有染血象牙之称的板栋杨平 负责毒死他的因素都不敢相信 之前用来对付他的病毒 在这座岛上的医疗机构应该治不了才对 突然想到只有一家公司能应付这个病毒 原来是若鬼公司的古海社长干的好事 身为制药公司 无论是什么病毒都有办法对付 在休息室的若鬼看着电视 他的战绩中只有两次败贝 一个是灭堂之牙 另一个就是初剑拳 可见他的实力还是很强的 然而强如初剑 都清楚这一次的对手不好应付 随着裁判医生开始 初剑竟然主动进攻 板栋抬起手臂让他瞬间惊涕 停下脚步先拉开一小段距离 左跑又跑又退后展开拉车站 众人都不明白他为何在浪费体力 正要进攻又突然往后拉开距离 像刚才一样跳来跳去四处乱窜 虽然管林也不明白他的目的 但新主初剑是不会做出无意义的举动 板栋察觉初剑知道了自己的秘密武器 埃及手就要准备攻击他 随着如同爆炸的声音 初剑成功戳中板栋的左眼 然而在他刚才站的位置竟然被破坏了 被戳延的板栋并没多大碍 埃及手又是一击爆炸攻击 普通观众根本看不清发生了什么 板栋的双手宛如鞭子疯狂会动 以免随着攻击像爆炸一样炸开 如果不是早就知道这些情报 恐怕是初剑都很难造假 他最先注意到的是缺乏防御性伤口 死于板栋之手的人 身上都没有防御性伤口 换出话说死者是在没防备的情况下遭到杀害 然而根据幸存者的证词 板栋并没有隐藏起来突袭 而是正面攻击死者 初剑曾认真看过板栋的处决记录 被判决45次都死不了 先是两个肩关节都有发炎 右肩关节内部有撕裂 如此推断板栋是关节过动 简单来说就是可以伸长手臂 第一回合与他对战的应出不明白 为何早在之前没用出这一招 奇怪的爆炸攻击不断发生 周围就像埋了滴泪一样 木特巴不禁说初剑错过机会 因为板栋的动作要求高度精准 如果刚才让他下掉就会丧失距离感 初剑一开始会四处乱穿 就是为了试探手臂能伸到多长 毕竟走错一步就会瞬间结束 能撑到现在已经很厉害了 初剑看出只有四套攻击动作 板栋往左侧来攻击 却在最后一秒往上改变路线 初剑来不及闪开正面被打中脑袋 没想到他竟然往前翻了一圈 在被打到的瞬间放松身体来减轻不少伤害 板栋抬起右臂作为假动作 趁初剑冲过来时用左臂来攻击 观众眼里看到的就像是口不袭击 就连裁判都难以下决定 还是骗员会长下达命令让他不必理会 初剑连夺攻击迅速精神来上好几拳 趁板栋出拳立刻抓着他用出核气倒 可怕的扭转角度导致他差点被抓着 还好只是被抓着衣服才得以脱身 板栋接着享受起猎杀的过程 想要追逐眼前的猎物消耗他的体力 招准时机打出致命一击 初剑自然发现对手的盘算 直接跳进板栋的攻击范围靠近他 结果却吃了扎实的一圈 没想到板栋的手臂直接骨折断掉 没反应过来就被一把压倒在地 初剑的核气倒是压住对手的肩膀或关节 然而至少对板栋来说没效果 所以扭断整个骨头才是唯一的方法 板栋转成一圈被轻松当下 迎接他的是如同鲍鱼般的重拳 一次对关节死出核气倒 只是要让板栋放下戒心 初剑将他拉起来踢上去 战局在自一秒已成定局 用力一拉将他整个人宰到地面里 全面绝命赛第二回合第七战 由浮云初剑拳所获胜 没想到板栋竟然没死 整个头像乌龟一样伸回出来 刚才及时收了脊椎减少冲击 初剑并没趁机会杀掉他 反而问他为何没在第一回合用出那招 原来是因为会让肌肉压力过大 风险太高并没打算用出来 只不过经过第一回合实在让他焦虑不安 所以才故意隐瞒这招 看着王牌竞技到第三回合 那一幕回想初剑说过 如果是巅峰状态 就连灭堂之牙都能打败 看似漫不经心的初剑 实际上比任何人都渴望胜利 三下看着还在昏迷的王马 用于决定要退出全员绝命赛 第二回合最后一战即将开始 也是所有人最期待的一战 观众级的大九宝也很期待 毕竟对手是可以达到一半变强的家伙 只事上只容得下一个传奇 新的传奇即将单身 身高201公分 体重128公斤 全员战绩158胜0败 有灭堂之牙称呼的加纳二 没等侨向介绍出场 加奥朗就杀衣满满走了出来 加纳朗桥乡不用理会 已经等不及要和对手打上一架 烟剑两人都已经蓄势待发 敲箱只能赶紧做个补充介绍 身高187公分 体重91公斤 全员战绩一身零败 由泰国斗神支撑的加奥朗 两人的雇主待在同一间房里 片远会长主动提出要赌谁会赢 拉马听后欣然答应 查看账户下了一大逼赌注 可见他对自己的战士很有信心 加奥朗摆出平常的攻击战姿 在中人吃惊的表情下 加纳竟然也摆出一模一样的战姿 整个表情就是在挑衅 这举动俗实让加奥朗都懵了 明白对方是故意挑衅自己 随着裁判一身开始 两人慢慢缩短距离 加纳率先给上一拳 接着就用出闪电拳不停进攻 然而每一拳都只打中空气 加奥朗试探性打上好几拳 结束了第一次的交手 缓缓在赛场绕圈打量彼此 如果打远距离拳击的话 加奥朗会比较处于劣势 他自己也深知这个道理 两人展开了第二次的交手 如闪电速度快的产生风压 双方的拳头虽然没打中 却很精彩 用拳击来对付拳击手 但加纳的表情就知道他乐在其中 加奥朗持续出拳没半点伤害 被加纳逮住机会挡了下来 一拳打下反被侧身一躲开 摆好站姿一拳正面打中加纳的脸部 重拳导致他大喷血 当站好腹部又吃了一拳 被打中两拳的加纳竟然身体摇晃 加奥朗趁机再度进攻 如闪电的拳头不停搭在脸上 加纳双手护着头部又被打中腹部 及时旋转身体来分散冲击 刚才的攻击让他多少受了伤 该用平时的站姿要全力打败对手 也代表他稍微认同了加奥朗 加纳一步步靠近找准时机 爆发冲刺救死一拳 这下轮到加奥朗抬手防御 刚打出一拳又被打得连连后退 很快适应下来开始能躲开并反击 观众们都注意到两人依旧是在打圈击 就连片缘的表情都变了 不明白为何他那么执着于圈击 只有和加纳打过一家的大九宝清楚 加纳是除了圈击无法使用其他技法 如果加纳想使出TG 加奥朗就会立刻往侧身移动反击 若选择其他方式也只会白白挨打 最好的选择就是来上一技左直拳 只不过对上加奥朗还是差了一点 加纳只能抬起双手被动防守 推出一拳刚想DT就被晋身抱着头 劫使吃了一技上勾拳 加纳明明被压制却乐在其中 观众喜更是传来一片漫漫声 加纳挡下拳头将加奥朗摔在地面 身体不停摇晃改变了打法 断了一技手的病师看出那是西斯特马 属于俄国的军事武术 这种实用的武术被用来在晋身战时 根据各种情况来应付 他不具备任何套路 从放松站姿开始并使用弹性的动作来反击和压制 西斯特马经常被用来与和七道相比 然而加纳的动作有些不同 是只有他能用的特制打法 是为了打败加奥朗而存在的 换句话说他在交手的短时间内 就发明了一套打法来针对加奥朗 加纳从此踏入拳击的攻击范围 在拳头碰到的瞬间转身绕到身后 加奥朗来不及躲开被一把放倒 躲开攻击赶紧站起来调好姿势 搭出几十拳就被抓着手腕 没有躲开的余地只能用肩膀接下中拳 只要按住对手的拳头 或是在出拳前压制就能控制对手 加纳一拳打上加奥朗 踢中脚踝让他失去中心立刻挥拳 被逼急的加奥朗只能用头锤挣脱出来 加纳让他赶紧用出胎拳 想要好好见识所有招数 加奥朗裂坠一笑 表情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开腿踢都让加纳有点承受不住 一击低扫周围阳公转身来上一拳 众人都以为他放弃了拳击 所用处的招数也并非泰拳 只见加纳被打得连连后退 抬手死死护着头部 被一击中拳打得整个人往后退 爆发冲刺正面吃下吸踢 外行人都以为这是泰拳 然而在泰拳中 拳头并不具备异议 因为在泰拳赛事中几乎不积分 加上残暴越来越吃香 着重于拳头的打法只会吃亏 泰拳因此使用大量走机 吸踢和回旋踢 加奥狼的打斗武术从五岁开始成行 被当时的国王发掘了他的天资 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念了月二十年的泰拳 凭借武与伦比的努力和天资 加奥狼成为了最强的泰拳手 还被附上泰国斗神的名号 然而他却发现泰拳有个弱点 也就是泰低估了拳头的威力 因此改打拳击来克服这个弱点 掌握了拳击和泰拳 这两种以打击为基础的武术 在遵从泰拳的同时 又用出各种拳法组合进行攻击 没想到加奥竟然化解攻击 一拳打得加奥狼连退击步 迅速靠近躲开拳头挥出一拳 接下攻击趁机会踩着加奥狼的腿 在近距离的情况下挥拳攻击 加奥狼挡下几拳后成功打中加奥 挣脱出来 双方接着展开激烈的打斗 此时的加奥狼已经不能再保存实力 只见加奥狼一击拳头花伤筋不动脉 每一招都打在四肢上试图挥掉 几乎看不清的攻击打在加奥身上 除了一位防守什么也做不了 就在加奥狼一拳打中后 加奥的左手直接包废 只对加奥狼来说是大好机会 没想到受伤只是套路 加奥狼来不及躲开正面吃下中拳 加奥刚才收紧了肌肉来减轻伤害 就像王马的招式不坏一样 没想到正面吃下拳头的加奥狼 立刻又送回一拳来反击 两人的体能和伤势已经要到极限 累积的伤势大大降低加奥的打击力道 左下二次下出其不一的一拳 也严重破坏了加奥狼的平衡感 双方最后一轮攻击开始 加奥狼率先出拳打退加奥 趁机追击反被踢了一脚 加奥勉强接了几招后 用手镯挡下拳头 直接导致加奥狼的骨头碎裂 挡下两拳正面吃下攻击后 瞬间反击 加奥狼抬手挡下攻击 又一拳将加奥狼给打退 冲上前挥拳进行扬弓 趁加奥狼挥拳立刻抱住他 这个打法正是大九宝第一回合的套路 加奥狼已经学得起来并用在加奥狼身上 将他举起来重重扔飞出去 刚起身就被一脚正面踢中下巴 下巴短时间吃下两次攻击 就算是加奥狼也会失去意识 随着加奥狼归倒在地 圈怨绝命赛第二回合最后一场 优灭堂之牙所获胜 承认加奥狼是他面对过最强的对手 获胜的加奥狼不但没有胜利的开心 反而是觉得很丢念 对手是在受伤的状态 自己还是靠突袭和假动作来勉强取胜 这对灭堂之牙来说根本不是胜利 而且加奥狼的右拳明明已经分岁 却好像没事一样继续打下去 甚至还一度让加奥狼感到惧怕 加奥狼的右手已经失去知觉 以后或许没办法以拳击手的身份回归 然而他并没有感到后悔 想要继续奋斗到最后 小凯看着超越自己许多的朋友 杨天咆哮终于重新振作起来 决定再也不会动摇了 再过两天就是大赛的最后一天 进入第三回合的有金锦 王马 若鬼 木特巴 玉雷 黑木 初剑 以及加奥 然而三下已经决定要推出大赛 而且也没打算动用预备斗技者 反正他没有理由再继续比赛 虽然只认识王马几个月 每一天都过得很开心 现在想优先考虑王马的未来 殊不知他已经开始恢复过来 各界大佬在餐厅里用餐 忽然传来通知让他们到大厅集合 说是有重要的赛程调整 几人都以为是片源会长搞鬼 等他们来到大厅时 迎接他们的却是一群白衣人 是个傻子都知道不对劲 宿水也终于露出狐狸尾巴开始叛变 片源自然不会坐一带币 之前差点被同身干掉的所谓刚走上前 就被偷袭打得失去意识 束手之人正是在预选赛被打进海里的某位选手 束水在战后重建时制定战略 成立一家电力公司成为最有权的人之一 然而他野心太大 不满意灭堂掌控所有权 从一开始就策划了自常叛变 束水借用片源自首让各界大佬齐聚一堂 而且整个岛已经被他的守卫兵包围 现在给众人两个选择 意识屈服于他加入新的全院会 否则就在即将爆炸的场馆会飞湮灭 此时的斗击者也被守卫兵包围 亚当只能独自一人对付保护受伤的金警 让金田赶紧带着他逃走 束水让片源取消比赛并持续会长一支 否则就炸掉整个全院馆让所有人陪葬 虽然只会让他成为世界同好公敌 但他却没在怕的 只要成为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就行了 此时的医疗室也已经被包围 而且重整监护室里还有未没醒过来的病人 画面来到王马以前的会议 面对毒贩地盘最厉害的人 王马竟然主动找上对方打一架 冲上前挥出两圈立刻被对手放倒 来不及挣脱被压制在地陷入被动 双手死死护震脸不挡下拳头 好不容易推开对手后 王马将玻璃拼扔出气 然而他不是用来当作武器 而是为了限制对方的动作 挡下几拳后反击的瞬间给上一走击 让起身就被踢得往后退 赶紧利用碎片来停住脚步 蹲地身体用情报作为夹动作 在对手低下身子的瞬间迅速出拳 用出金刚形的铁碎结束了打斗 恶虎称赞刚才打得不错 只不过有多余的动作不能给满分 两人回到住处练习基本动作 恶虎说他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 却也没错 是话听的王马无法理解 恶虎没有给多余的解释 只是说时间终于到了 明天开始会教恶虎留的秘诀 就在第二天 恶虎把王马带到一处森林后 王马察觉进来后一直没有生物 是最适合训练的地方 恶虎让他四肢都带着负重 每一个个重大约10公斤 直到训练结束前都不可以拿掉 王马根本没把这些重量看在眼里 问要进行怎样的训练 没想到恶虎表情严肃 让王马站好和他对面 只有打中一次才能结束训练 正常情况都打不过的王马还觉得是开玩笑 恶虎就错不及防给上一圈 直接打得他口吐鲜血 清楚恶虎姿是认真的 带着负重的王马自然连碰都碰不到 没过几早就被打得落花流水 想用泥土偷袭就直面吃下一脚 恶虎抓着头让他起来 毫不放水一圈打在脸上 就这样被吊打到凌晨 恶虎才让他休息恢复体力 全身肌肉都已经到达极限 根本不可能那么快恢复过来 王马正准备处理三口脚点吃的 恶虎出现在身后说休息结束 一脚下去直面踢在脸上 眼见太阳缓缓升起 恶虎结束了第一天的训练 让王马休息一下开始接着第二天 就像第一天训练一样 王马只能任凭恶虎宅哥 伤痕累累加上体力透支导致动作变慢 恶虎却没有因此而放水 第二天的训练就这样毫无进展的结束了 两天没进食的王马抓起地上的蜈蚣和腰草吃起来 也逐渐适应了森林的环境 带着两天的伤开始第三天的训练 身体对这个特殊情况做出了反应 大脑释放的内飞比马飞强上几倍来抵抗疼痛 才让他可以像平常一样移动身体 恶虎让他记住这种感觉 堆上一击CT和中拳后结束了第三天的训练 接下来的几天也是这样被吊打压制 恶虎还是没有丝毫放水 重疹事外传来巨大的声响 春男被某个手卫兵打得头破血流 对方的目标明显就是王马 雇主们都担心外面的斗际者 反抗的斗际者自然会被干掉 尽管在这种情况下 还是有几位社长做出反抗 见他们搞不清楚自己的立场 树水当即准备要干掉他们 没想到无知一族的组长却突然大笑 早就注意到树水在背后搞鬼 随着玻璃裂开 无知一族的50名精英从天而降放倒首位 树水的所有计划从开始就已经泄露 是组长故意撤走无珠的人让他放松警惕 树水的首位刀发男掏刀要直接下死手 雷安正准备陪对方玩玩 片远的首位口罩男就准备迎战 而且两人竟然还是就相似 另一边的亚当已经打趴几十人 但敌人根本数不清到底有多少 静静让金田掉头要支援亚当 金田自然拒绝就要先逃出去 又遇到了守卫兵长发男 所使用的武器是流夜刀 只要被砍中一定人头落地 静静这下终于坐不住 但起来活动筋骨就要迎战 口罩男直接用手借下刀刃 一脚踢开却被刀发男的棍棒打中 如此不讲武德的攻击 气得口罩男朝他拈来上一掌 忍着砍断手指的疼痛继续进攻 最后跳起来给上一脚结束了战斗 金田面对流夜刀虽然无法靠近 却已经能逐渐感应并准确躲开 三下听着外面的打斗声吓得包头躲着 门打开时看到是春男还松了一口气 刚开口让他赶紧跑就被一刀刺穿身体 没想到对方没有攻击他们 反正是让三下赶紧带着王马逃跑 否则等这里爆炸就来不及了 三下不明白为何会叫他们跑 但对方自然不是出于好意 而是遵守命令要留住王马的火口 没想到王马非常刚好醒了过来 借目标能自己移动 白发男立刻决定要杀掉三下 睁开眼时才看到被王马救下 明明是受了重伤的王马 竟然能快速进入攻击范围 白发男吓得赶紧拉开距离 还说了句看起来勾搁做胡子气 王马反问对方到底多了解他 没想到白发男竟然全身发红 用出王马之前那开刮般的招式 自己找真正的名字是平神 王马问对方是不是重拍来的 让三下退后就要迎战 画面回到在森林的地狱训练 王马已经记不清到底过了多少天 每天还是被恶虎吊打 就在被打趴后的某碗突然想到 为何恶虎要让他带着负重 毕竟恶虎就连准确重量都不在乎 代表这些负重不是用来训练肌肉 他突然想通了什么 在另一天的训练终于打中恶虎一次 恶虎说他已经到达旗袍线可以学习密技 真正的训练从现在才开始 斗篷之下是王马腹中的两倍重量 让王马脱掉就要开始真正的训练 此时的他已经浑身四三 却无法再感受到任何疼痛 甚至连站都站不稳 然而身体感觉却比以前更稳定 正是恶虎说过用骨头站在的感觉 累积的上是营养不良和极度疲劳 将王马的身体逼到极限 却让他的专注力提升到另一个境界 不但能挡下恶虎的进攻 人身五官更是在感应周围的地面 随着一声咆哮 王马在瞬间就秒杀了白发男 被逼急的宿水直接来个同归余境 按下按钮却什么也没发生 哈萨德说一切都结束了 宿水制裁意识到眼前的家伙是叛徒 二阶堂等人在第二回合就拆除掉所有炸弹 所谓兵也已经被无阻给打败 被套路的宿水还觉得是偏远干的好事 偏远却说并不是他雇佣了哈萨德 而是没有在现场的耐木 之前被打进海时也是被他所救 为了报答才在宿水身旁当间谍 长发男接电话知道宿水的计划失败了 这也代表他没理由继续对付金警 三下都被王马轻松打败对手吓到了 而且最后一招在之前也没看过 正是二虎流的秘迹鬼熬 随着剩下的杂兵被干掉 沐水的叛变计划彻底失败 然而组长清楚真正的威胁并没解除 一切都是从在沐红操控 宿水只不过是他们的傀儡罢了 企图利用叛变当掩护来绑架王马 见乃木主动找上门来 王马自问对方到底知道多少 但这老狐狸还在装傻 王马只好说等他赢了就要对方交代一切 三下跑过来又像个老父亲一样 毕竟他的伤势还没完全恢复 听到三下说要推出比赛 王马并没有像之前一样多大反应 不屑一笑就转身离开 然而他的身体早就接近极限 口吐鲜血却感受不到任何疼痛 已经伤痕累累的王马 对上脚下王能不能获胜 请敬请期待下一集 我是何一 和我一起走进动脉的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启动